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關於尊嚴》 作者于秋雨 歷史的角落里 常常躲藏著一些 極不對稱的人格抗衡 當年拿破崙縱橫歐洲 把誰都不放在眼里 有一天 他突然發現 在意大利的國土之內 居然還有聖馬利諾 這樣一個芥末小國 他饒有興趣地吩咐部下 找這個小國的首領來談一談 一個只有六十平方公里的國家 還叫國家嗎 一個只有兩萬人口的國家 還叫國家嗎 本來他是以嬉笑取笑的態度 進入這次談話的 誰知一談之下 他漸漸嚴肅起來 他雙目炯炯有神 並立即宣布 允許聖馬利諾 繼續獨立存在 而且可以再撥一些領土給他 讓他稍稍像樣一點 但是 聖馬利諾人告訴拿破崙 他們的國父說過 我們不要別人一寸土地 也不給別人一寸土地 國父就是那位 石匠出身的馬利諾 這個回答 使拿破崙沉默良久 他連年奪成略地 氣焰熏天 沒想到 在這最不起眼的地方 碰撞了另一個價值系統 他沒有發火 只是恭敬地點頭 同意聖馬利諾對加坡領土的拒絕 我從意大利的里米尼進去 很快走遍了聖馬利諾全國 一路上不斷想著這件往事 正是這個小國 這件往事 讓我懂得了何為尊嚴 大概有以下三點 第一 尊嚴主要產生於 弱對強 以小對大 而不是反過來 第二 尊嚴主要產生於平靜的字數 而不是生辨 第三 尊嚴主要產生於拒絕 而不是擴張 那天 在聖馬利諾面前 看似很有尊嚴的拿破崙 反倒是沒有什麼尊嚴可言 因為他知道 威風很像尊嚴 卻不是尊嚴 排唱很像尊嚴 卻不是尊嚴